《解凍格林兰》 這次很開心有機會看了 《解凍格林兰》這一部短片 我覺得在看這個片子的過程中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其實就是那個小朋友 他在爬樹的時候 他感覺是一個滿開心的角度去爬樹 可是事實上他呈現的是一個 有一天如果地球暖化 然後格林兰的冰層融化之後 可能海平面會上升 然後因此就淹沒了他所在的土地 從一個成人的角度來看 我們可能會有一點點傷心跟難過 就是我們過去只從新聞 或只從一些數據去理解的時候 不太容易看到的 所以我覺得很佩服我們歐萊德 還有葛董事長跟他的團隊 這一次特別去拍攝《解凍格林兰》 這樣子的一個影片 讓我們能夠用非常即逝的影像 還有故事 讓我們感受到 就是說氣候變遷的這個影響 可能是對某一些人來說 他會失去他的家園 那我覺得對於我目前正在上課的 綠色企業與創新這門課來說 我相信也可以讓學生真的體會到 氣候變遷需要我們一起來做改變 一起來做行動 那特別是我們氣管系的同學 你怎麼解決經濟跟環境平衡這個事情 我相信這部影片可以讓大家有更多的感受跟行動 我們也會看到 你在哪裏面看著我 我可以讓你解決 你怎麼解決 我又是一個人 你怎麼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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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解決 你怎麼解決 你怎麼解決